金建会透露自由经济示范区部分的内容 包括了派遣工的年限可延长到9年 以及这个外劳比例的上限是朝这个45%到50来突破 议员质疑这样会让高雄是由自由变成了血汗经济示范区 市长陈菊表示金建会目前公布的内容还没有定案 而市府的专案小组将会持续的和中央沟通 金建会主委引起名透露将在今日内向行政院报告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架构 并且奠定特别法排除现有的法律限制 其中定期契约工打算比照国际 由最长一年延长为三年 而且可以展延两次 合计最长九年 而在劳动力方面 示范区内产业外劳比例上限将大于区外 朝45%或50%的上限突破 尹小金议员质疑这是把高雄变成血汗城市 把自由经济示范区变成了血汗经济示范区 金建会讲得很好 他就说你们可以先用本劳啊 但是你可以用便宜的外劳 企业组当然会用假招募假雇用方式去规避嘛 到最后整个经济示范区 趴趴走的都在这儿派遣工 趴走的都在这儿外劳 请问一下 我们这样的规划状况 是要将自由经济示范区变成是血汗工厂吗 高雄是血汗城市吗 台湾是血汗国家吗 那我们会去跟院长金建会 再跟他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 总而言之高雄市不爱说 未来自由经济示范区 全开放外劳 这对我们没帮助 我们有那么多的劳工 大家需要就业 市长陈居表示 金建会的规划还没有定案 如果正如议员所说的 像廉价加工出口区 对高雄发展并没有帮助 市府专案小组每周都定期开会 也都在与中央沟通 那我相信我们与李副市长 我们所有的小组会议 未来在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在跟金建会 表达我们强烈的意见 谢谢 陈居强调 高雄希望成为一个金融物流 数位文创以及免税购物中心 市府将会持续与金建会沟通 并且向行政院强烈表达 港东新闻王杰士刘志善采访报道